現在賴金德是怎麼在他節目裡頭去鋪陳 他怎麼想把 想把這個台獨金孫的帽子脫掉 就像鳳飛飛 感謝您 幫我們講 想聽 又拿掉 所以他在這個邏輯裡頭 當然主要是 他把他的台獨金孫 跟那個台灣孫子 台灣金孫 然後他就開始有些邏輯換位法 你孫子跟金孫就不一樣了 好就台灣金孫 沒有 他的意思就是說他不是台獨金孫 他說事實上是 包括他自己所有人都是台灣金 你知道民進黨很會用這種 相似詞 邪音梗 邪音梗不是台灣金 他台獨金孫 不用不用 是台灣金孫 這個梗 對對對 然後 把它換掉 換掉之後 而且他是台灣金孫 因為他以前很苦啊 跟大家一樣 大家都是台灣金孫 所以替換法 西式法 然後把這個東西挪掉 所以他講的是台灣金孫還是 他自然不可能 他講台灣金孫 台灣金孫 而且他也不是 他是說 如果稱他 他想把台獨金孫 你又轉過來 我說有人寫台獨為孫 因為你講孫子 跟金孫 對 你說你這個孫子 對 好像罵人的 對 所以我要講的是 於是他在 刻意用 他刻意用 台灣金孫 你要知道 想把台獨金孫 你是台灣金孫 你是台灣金孫 大家都是台灣金孫 他就要把這個 西式 我跟你講 民進黨的邏輯 他每次選舉都是這樣 一定要有 諧音梗 换换位 换位完之後 再把他稀釋掉 你是我也是 然後把他稀釋掉 然後其實再來 再把他的這個 所謂鋪陳的邏輯裡頭 包括他所提到當中的 整個 譬如說對於戰爭這件事情 然後他也講說 包括對於習近平的部分 譬如說 都看 那媒體人說 他晚上十點才播 你又沒有字幕 對不對 他們十點要發新聞稿 說聽得很痛苦 對 你就要認真聽 因為 對 所以這裡頭 就有個很好笑的事情 我要講為什麼說 他就是一場表演 就是說 但是他滿重要 就是未來他所有的側翼 就未來他在國際上 或者未來在各陣營的攻防的時候 他 我認為他就會從 鄭鴻宜的這個訪問的這一坨 他要把台獨金孫拿掉 都是從這個架構裡頭延伸出去的 那麼賴清德作為台獨金孫這件事情 因為他是寫在骨子裡頭 刻在你的名字 那叫電影叫什麼名字 我心裡 刻在你心上的名字 心裡的名字 對 所以呢 台獨金孫這個事情 無論他現在有多少的言辭 多少的這種論述的方式想要摘掉 但因為已經太久遠了 太久遠了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一時抹掉 所以本來美國就對他其實比較是關注 其實歷來我們的台灣總統 從李登輝 李登輝他就是隱藏性台獨 你看他最後政權輪替 不做總統之後他整個大爆發 不然他在蔣經國時代 蔣經國有出考題 他在審議會有發表一段談話 事實上蔣經國好順心的 結果後來副總統就由他這個 就是謝東銘先換了 對 換成李登輝 所以他繼任李登輝 蔣經國一死他就繼任總統 所以開啟十二年李登輝時代 是 李登輝那時候還沒當總統的時候 他在當沈主席 他住在那個生活館裡 有一個中研院院士 從海外回來 叫廖書中 他把他拉到廚房去 結果 因為他覺得客廳有那個 可能有監視系統 或有竊聽 他把他拉到廚房 就告訴他 哇 太多 廖書中是他們海外很多獨派 對 那時候 我們後來才聽廖書 輾轉 不是直接 講出來 可是那時候不能講 可是他順勢上去 就是搞 一中憲法沒換 不像台聯要自憲證明 要換憲法 還有兩幾條 一中憲法之外 還有國統綱領 對 國統綱領 北上上去 不是有很多揣測 是不是 台灣支付要傳給台灣自治 對 氣連保扁之類的 我們不管這個 阿扁要上去 是不是 他叫我去 嘿嘿嘿 兩幾條不可以上當 對 兩幾條就 一中憲法 跟國統綱領 對啊 阿扁要選舉也是用 新中憲路線 是 那時候那個小馬 還有跟那時候 紀登斯 對 他們寫了一本書 就走新中憲路線 結果06年阿扁就卸筆了 對 就變成後來小不惜罵那個 是 S開頭的很難聽那個 對 因為他後來跟四台會連線啊 就是一中一台啊 一邊一國啊 一中一台啊 對 好啦 然後蔡英文我是覺得 蔡英文就是 女版的馬英九了 她只是隱藏 她是民進黨的外來客 外來的 嗯 那她大概服音過兩岸聯名關係條理啦 是啊 以統一為前提啊 她又說了很不同的話 至少不會台獨啦 至少不會台獨 對 可是賴清德 現在應該很後悔 她其實很衝啊 她應該很後悔 當時我在台灣市長 當時到中國去 她又表演了一下 對啊 我敢當著你老公的面子說 我是台獨怎麼樣 你打我啊 對啊 打啊 我就敢對著你面子 嚇 後來發現說 要修正 她就在 當行政院長時候 在立法院被問到的時候 她就羞恥說 那我可是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對啊 台獨不照鏡喔 我們要務實喔 那現在解釋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因為你務實是務實 可是你後面還是加了一個 台獨工作者 你還是工作台獨嘛 哎呀 這年輕少不夠試啊 怎麼說 務實台獨工作者 要務實啊 所以現在 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 獨立的國家 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這是台灣前途決議文的 裡面的說法 然後她又要講說 沿用蔡英文的說法 因為蔡英文說法 就是陸委會他們研究出來 她說 互不隸屬 互不隸屬 對 所以我問題來了 那互不隸屬 或是說她現在的主張 互不隸屬就切斷嘛 也不服應一中憲法 只是因為怕 自私一分 怕有 讓中共武力犯台的理由 因為你一動憲法 那你搞獨立的話 不管是台獨還是華獨的話 老公就坐實了那個 打你的這個理由嘛 但是呢 獨派真正的台獨 建國的 他們有建國黨 上角了 他說那你好光榮喔 你搞華獨嗎 華獨就是中華民國的 金孫呢 那你覺得呢 你覺得 為了選舉這很明顯 我剛剛講那麼多總統 以前也是包裝暗砍 隱藏 對 可是他我覺得他那個包裝的是 太明顯你不覺得一點 那你覺得 他覺得可惜 反正你還不是票要投給我 對啊 難道難不成你還投給柯P嗎 我值得這麼檢驗 柯P不用檢驗嗎 那個侯友誼呢 對不對 對 所以他扣誰嘛 那可是 他這種包裝 會不會看起來真的 有點假 他三不五十會就被戳穿 可是阿姬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不會你很熟齁 你看他這邊 台灣建國派就是 但我現在不想去 你變滑土的精神啊 我跟你講 我不想去分析他的部分 因為他這些現在就包裝來包裝去 講白了就是為了選票當中 東講西講當反反復復 他很厲害耶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其實在 每次在看待有關於台獨討論這件事情 你要知道我擅長的還是兩岸 所以我現在在看待的部分 當中我有一個角度跟你分享 你跟觀眾朋友分享是這樣子 首先這件事情我們現在講說 剛剛講包括他的台獨精神 美國在看待他 在對他出訪的這個一切 包括他接受鄭鴻宜 現在也在自我撇清自我詮釋 你說他只是給台灣人聽嗎 沒有鄭鴻宜的反應很重要的 也是要講給美國人 講給AID聽 要理解這是最大的重點 那麼現在所有賴清德 對於台獨論述的一切 我不認為他現在是對選票 還不是這樣包裝成這樣 不不不 因為對他來說他的支持者 他的支持者 那35%或30%是鐵鐵鐵 他要不要講台獨不講台獨 那個都不會跑掉 對 第二個部分 他一直講說我不是台獨 我不是台獨 我現在都不是 我是台灣精孫 跟大家台灣精孫 他已經是台獨了 他很勇敢講出來 這樣你要選舉 我們幫你一起包裝 那個60% 70% 要下架民進黨的人也不會信 他花那麼多力氣在講什麼 他就要講給美國聽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當中 我現在都不太很care賴清德 但是我又還是認真聽 原因是他要怎麼說給美國聽 以及美國人信不信 為什麼這樣講 我首先先講個東西 現在對於賴清德的一切的部分 他的台獨或幹嘛的選舉當中 我認為美國態度的重點在於 美國態度現在重點只有兩個 就是賴清德或台灣的選情 第一個有沒有影響到 11月當中的習拜會 11月喔 就是說你現在在看台灣選情的 everything 只要涉及到賴清德 不能從台灣的選舉當中的角度 不能不能 那都沒有用 但是我覺得那個都是 因為那30%那35%就定了 然後大家搶來搶去 然後再一趟 你就要拉到 他在講台獨幹嘛 他就要講給美國聽 如果他沒有去修飾這個東西 美國覺得你賴清德 選舉當中就台獨訴求越來越出來 越來越極端強 影響到習拜會 你就NO SURE啦 好 我們可以把行進去嗎 在想自在往